创世纪第五章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当神造人的日子 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并且造男造女 在他们被造的日子 神赐福给他们 称他们为人 亚当活到130岁 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 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亚当生塞特之后 又再世八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 塞特活到105岁 生了以诺氏 塞特生以诺氏之后 又活了807年 并且生儿养女 塞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 以诺氏活到90岁 生了盖男 以诺氏生盖男之后 又活了815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氏共活了905岁就死了 盖男活到70岁 生了马勒烈 盖男生马勒烈之后 又活了840年 而且生儿养女 盖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 马勒烈活到65岁 生了亚烈 马勒烈生亚烈之后 又活了830年 并且生儿养女 马勒烈共活了895岁就死了 亚烈活到162岁 生了以诺 亚烈生以诺之后 又活了800年 并且生儿养女 亚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 以诺活到65岁 生了马吐沙拉 以诺生马吐沙拉之后 与神同行300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再世了 马吐沙拉活到187岁 生了拉麦 马吐沙拉生拉麦之后 又活了782年 并且生儿养女 马吐沙拉共活了969岁 就死了 拉麦活到182岁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诺亚 说 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 和所中的劳苦 安慰我们 这操作劳苦 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拉麦生诺亚之后 又活了595年 并且生儿养女 拉麦共活了777岁 就死了 诺亚500岁 生了善汗亚佛